Everybody 一起来 勇敢的向前方 拯救幻想的期望 你在远禁我 远禁我们自由翱翔 想你就在前方 有梦你就有希望 开门大几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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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门大几宋 这选12吗 哪个 你试一下 选2 还有洗个大净 Hello 大家好 我是小央 你就是我一个位号 叫五行客车 开门大几宋 欢迎来到开门大几宋 这里是勇敢者的游戏 这里是追梦人的舞台 这里是由长安花菜子游 独家冠名播出的开门大几 长安花菜子游 高原小丽味更香 今天现场依然是12扇神秘的大门 八位勇气可嘉的选手正蓄势待发 用幸运打开大门 用勇气点亮梦想 各位加油吧 来 接下来掌声请出追梦团团长 叮当 追梦不能急 门铃来出题 过了我这关 开门见小泥 我们今天现场集合 所有队员集合 少一人 所有人都已经集合完毕 大家问他你在哪里 我还没有顺劲 这人是谁 大连 你味儿太大了 我昨天晚上睡觉的时候 我调了一下闹钟 然后其实我是打开计算器调的 打开计算器调的 打开计算器调闹钟 你在玩我吗 然后就没起来 但是为什么会有这种 迷之自信作为支撑 人家本来是要去长沙 结果半截困在了武汉 因此而扬名天下 你看这个造化动人多么奇妙 就好多人都认识了你 不是 就是我也自己也觉得挺突然的 是吧 对 也很懵当时 那行 那我们刺激你一下 你再找找感觉 好吧 好 给自己加点油去 好吧 一号打八号准备 开始 花刀将军不迷茫 好 今天猜哥火最强 标准都没坏 啥哥都不怕 急沉小故事 猜哥扛把子 又来看门大集 高地见到小妮 大洋大洋勇敢坚强 无惧风雨 终会战望 大十条洋勇敢来参战 拼尽全力 无遗憾 歌者为雄 舞者为霸 八五八三 荣霸天下 秋九 人再有毒 啥都不怕 静灵猜哥全看我的 搞笑我是认真的 猜哥 我是屁屁的 你多少吃点药 今天吃不出来的时候 有点着急忙活 好 请播放视频 好 请播放视频 我要你陪着我 看着他还为谁中游 咱俩猜错了 你看俩还切梭子 咱俩猜错了 特别棒 来 看榜第一名是谁 好看 这个是我给您送的礼物 这是给我 你画的我吗 对 我昨天晚上 昨天晚上通宵画的 谢谢 谢谢 哇 我好喜欢 谢谢惠子 您好 欢迎你 好帅 怎么办 画直上去了 真的好帅 对不起 有点害羞 这个送给您 这是我 好帅 把我画得这么好看吗 没有 您没有画好看 对 画比您好看 到底谁好看 就是我比较好看 我比画难看 画得好棒 我喜欢 真的是掌握了我 我身体比例的精髓 就头真的很大 大头 脸呢 主要这个头占着 谢谢你把我的头发 画得这么茂密 谢谢你把我的黑眼圈 全都盖住了 那个叫做卧蚕 那个叫做卧蚕 很可爱 那我就先跟她吧 好的 好的 你先介绍一下自己吧 大家好 我叫惠子 那是善行人 但还来我去广东全台 我小姐讲重其花 然后我现在呢 又爱上了广其花 我现在特别想学东北话 最好是找一个东北的男朋友 我来这儿就是能多猜哥 以及见到小妮 开心 给大家比心 就是一盘大杂会 我发现你 对 而且我的职业生涯 也是个大杂会 哪跟哪人你这是 我是从小是画漫画的 但是呢 我从小有喜剧梦想 所以我前前后后 从画漫画的做到了段子手 再到喜剧编剧 然后再到脱口秀演员 最后是自媒体人 做自己的搞笑短视频 现在呢 我是一个喜剧演员 我希望我以后能够成为 一个优秀的喜剧演员 谢谢大家 重点 你猜哥是怎么样 你说了那么多 就是来就是为了表白 猜不猜哥不重要 总得有个梦想吧 我的梦想是 给我妈妈一点 好吃的 好玩的 为了妈妈咱也得拼了 对 对 为了妈妈 好 现在全场的灯 全场的门都是你的 你随便挑 随便选 我是来之前真的做足了功课 就是我研究了咱们 开门大吉的一个必过攻略 研究的都是些没用的 您不要这么说 万一有用呢 一会儿且听你道来 好嘞 好不好 好嘞 开始选择几号门 我既然为了我妈来 那我觉得我这个开场 一定要响亮 选个一吧 一 太响亮了 来吧 一号门请准备 请按响 门领 请按响 门领 请按响 门领 粉刷酱 小油门 小二郎 被人的书包上学堂 不怕太阳晒 不怕 我突然觉得就好幸运 原来第一道题 但是万一我不会怎么办 来 说 太太歌名叫什么 上学郎 小二郎 不是 小油门 小二郎 北战的书包上学堂 不怕 再不弄 我绝不是小二郎 不是小二郎 他就是上学郎 肯定跟上学读书有关 说 这么谨慎 可能性要么上学要么读书 读书 读书郎 什么 上学是为了什么 是读书 对 读书郎 读书郎 确定吗 对 一起期待开门大集 为什么这么老习孩子 对 小小二郎 北战的书包 尽卸荡 不怕太阳山 也不怕风雨光 只怕那些声 骂我来讲 没有学问 红楼莲 尽叽叽叽叽 风风气 咕咕咕咕 没有学问 红楼莲 尽叽叽叽 小小二郎 北战的书包 尽叽叽 好可爱 好可爱 欢迎天使同声和唱团的孩子们 真好听 希望你们能够拥有 自己快乐的童年 但是最重要的 要做一个读书的好儿郎 好不好 好了 拜拜 小心 小心一点 小心啊 恭喜你收获了第一笔 家庭梦想基金一千元 不妨分享一下 你研究总结的 开门大集的答题秘籍 跟小妮跟你有关系 您生日是几号 几月几号 连我生日是几月几号 你都不知道你就来了 你不信你问问第二现场 你随便问个人 他都知道我的生日 请问各位告诉我 小妮个的生日 我生日是几月几号 他是 四月十八号吧 四月十七 四月十七 四月十七号对不对 你看月加日 四加一加七等于多少 十二啊 这选十二吗 咱们整场金额最大 最猛的那扇门十二 是不是冥冥之中 命运早有注定 那我要四月十八号出生的 还就不对了是吗 我就是天生注定了主持开门大集 是吗 说明你是这一个节目 命定的天选之词 原来是这样 对 我终于知道那些诈骗集团是怎么 不是我 对吧 我刚才那一瞬间 我差点我就信了 你信了对不对 我差点我就给你汇款了 没有是真的 是真的 按照他这个逻辑 他应该不是选十一 就是选十二 但你相信我 他一定不会选十一或者十二的 但是 来不信你看你选几号 十二是有两个数字组成的 一和二 一已经选了选二 太充气了 这让我们怎么选 坑了 我从现在开始拒绝跟他交流 二号门请准备 请按响门铃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开 爱能不能够永远但却没有被爱 来 来 年已经过完了 不用啊 不用 来 什么歌 这是我人生中第一个爱的男人 周董 周杰伦 简单爱 简单爱 恭喜 一起期待开门大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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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于他 我 好 谢谢 我 让你帮助 我胸口睡着 像这样的生活 我爱你 你爱我 谢谢段林奇 给我们带来这首简单爱 特别好听 谢谢 感谢 恭喜你 家庭梦想基金 现在已经积累到了两千元 其实你有很多种身份 比如说喜剧演员 插画师 你最喜欢哪个身份 你最享受喜剧演员 你演过喜剧 我最近就参加了一个节目 叫跨界喜剧王 对 是我人生中第一档 以喜剧人身份 参加的喜剧节目 我特想看一看 你在跨界喜剧人的表现 我看一段喜剧 有点傻 其实真的要好好说说你了 作为我私的核心 你实在是太佛系了 一天到晚就是无所谓 无所谓 就有如这个杨坤同款 无所谓招财猫 招不招得到财 无所谓 我无所谓 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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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闭嘴吧 天呐 杨坤你真的说出我的心声 我不太好意思说 跟他们合作感觉怎么样 跟杨坤 杨坤老师 他作为在歌唱界 已经属于大咖级别的人 其实在跨界喜剧王的所有的这些味 他们来的时候都是抱着一种学习的状态 这个让我非常震惊 因为我会觉得说就到了他那个咖位 应该会有范儿或者没有 而且他也会紧张 对 我就感觉真的是 好厉害 越是青装上阵的人 越能走得长远 对 就是你永远都是在像一个少年一样奔跑的 自己就是发光体 就不需要再用别的光芒来笼罩 听到这种正能量词的时候 多做这样的手势好不好 不知道 这个难道 你这样的话会让我有偶像包吾的 没关系 你是偶像 我是包袱 来吧 开始继续前行 选择几号门 那个吧 哪个 所以是第二阶段四号门吧 四号门 对 不要说那个吧 我还得哪个 你指一下 就那个 给他一个 四号门是吧 没错 四号门就他了是吗 没错就他了 好嘞 老板 来 四号门 准备着 请按响 门铃 请按响 门铃 这一句话 他知道了 他知道了 知道了吧 你是我心里的一首歌 确定吗 等等 因为有人告诉过我 只要你开始质疑 就说明 我说什么了 我可能需要确定一下 我有质疑吗 你再想想 你再唱一下 要准确 一个字都不能唱 你是我心里的一首歌 翻译过来是 你是我心 你是我心内的一首歌 心内的一首歌 对 按科斯手吧 你是我 你是我心内的一首歌 一起期待 开 开 门 大 急 我心内的一首歌 对 我心内的一首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吧 五号 完了 这没大事了 他们会恨你的 对不起大家 我真的觉得 我不敢去冒太大风险 那我们敢 你这话多了 来吧 五号门对吧 对 五号门 五号门 请准备 请按响门铃 这些什么呀 你一点没听出来 词儿 两边和不一样了 白花铃 歌名叫 白花铃 什么 白花铃 确定吗 确定朴树的歌 让它开点有难度的吧 给咱留点 好 来吧 一起期待 开门大 起 好听 好听 升上 八平 百花年 十天空 那一年 五百三件像 那十年 age 五百八十一相 是 五十一 四十一 七 八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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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十一 八一 八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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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十七一 八十五十一 八十一 八十八十一 八十二十一 有十八十五十 八十一 欢迎赵鹏 我们有一个游戏环节 赵鹏老师参与一下 我手里呢有很多挑战卡 这些挑战卡当中呢 尤其只有一个是奖品 所以希望您足够幸运 可以抽到那个奖品好不好 我希望您挑到挑战 赵鹏老师抽到了挑战 挑战一分钟之内 喝下一孔菜籽油 真的假的 我这样吧 您能不能让我们现场感受一下 如果您配广告音 会是什么样的声音 给我一段词 一段词就是 开门大吉由长安花菜籽油 独家冠名播出 开门大吉由长安花菜籽油 独家冠名播出 我觉得这个声音真的可以剪到我们片花里面 好舒服声音 有给我 是吧 对 真的是要给您 还有挑战吗 有挑战 再来一个吧 一分钟之内把它喝了 算了 谢谢赵鹏老师 谢谢小鹏老师 谢谢您的演唱 感谢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老师好厉害 谢谢 恭喜你 家庭梦想基金 现在已经积累到了八千元 思考一下接下来要开几号门 然后与此同时 让你感受一下 另外一边的怨念好不好 好 来 各位 你们还好吗 你不用挑事 刚才一手白话林 后面二现场团灭 团灭 真的吗 那我们就继续观战吧 好不好 选择几号门 我 还是有一个求助的机会 对 对 就整一个 整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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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一个七号 哎呦 死个大劲 我一劲 七号门 请准备 请按响门铃 请按响门铃 我感觉到这个都不用求助 我感觉到这个都不用求助 唱 要散火靠 什么给他们拥有 这才都知道 这是曲哭吗 说歌名 一声锁球 一声合球 确定 等一下 你这话 他的球路 一声合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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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太厉害了 确定吗 确定 一起期待 开门 大 起 一声合球 厉害 厉害 冷凉哪可有 为他多少个酒 沉变了脚偏石去 连向脚在手 我得到没有 我得到没有 无法解释得湿了流 刚刚听到梦多 便更改 不知哪里再久 一声合球 一声合球 就半句放开拥有 我竟我这一生 出八道而泡海 一声合球 梅梦里 我远远寒不透 我了到我所失的 经验 欢迎石头 石头你好 石头石头 你没有参与过我们的这个游戏环节 游戏环节 对对对 我们现在有一个全新的游戏环节 对这里 你好 有挑战有奖励 来 对 随意抽 随意抽 对 好 来 不小心抽到了大奖 这运气 就是到我们 长安花菜籽油的家乡 去花海油 就是不要钱的那种呢 当然 好了 谢谢石头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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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工作人员跟石头来接洽一下 不然你的花海油 真的有 真的有 好了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 在没有用求助的情况下 已经积累到了 一万三千元 厉害 来 接下来要不要继续前进 你有求助 我觉得可以前进 因为到这一步说实话 对于我来讲 我的梦想是做一个喜剧演员 这就是我一生所求 一生所求 所以今天到底是喜剧还是悲剧 取决于你一会儿选几号门 没关系 我就是个喜剧 所以我现在决定选择 十啊 我的生日是九月九号 所以九十九 来吧 九号门请准备 请按响门铃 请按响门铃 天外的 天外的 唱 三小只千鞋 对 我选择求助场外观众 求助场外观众 不会 完全长在了盲点上 你刚才那个自信的步伐 那个 感觉全世界都是你的 我随随便便就能说出正确答案 这首歌就叫做 我不知道 你 你真的 你总是给我惊喜 来吧 三种求助方式选择 选择 求助场外观众 是你的 就是我的 朋友 以及是听了你的话 而被坑过的一个人 哦 被我坑过的人 谁 我好想会会他 大索吗 这是 小尼哥 是我 我是大索 大索你好 介绍一下 大索是开门大集 有史以来 清空奖金记录最高的保持者 之间 无人超越 六万六千元 全部打水漂 但是我还是要很遗憾地宣布 今天你家庭梦想基金积累的六万六千元 全部清零 刚才那首歌你听出来了没 这首歌我还真会 哇 这首歌呢就是来自 TFBOYS的大梦想家 大锁 你就是一把金锁 我就是开门大集的防盗锁 确定一下歌名叫 大梦想家 TFBOYS加油男孩的大梦想家 对 接受这个答案吗 接受 好 到底对不对 一起期待 开门大集 对 对了 一个一个梦飞出了天窗 一次一次像穿梭就时光 我 我们慢慢地伸张 从小的愿望 到大的梦想 几航 坚持是生命的永恒 跳动的心脏 带着我 请我 请我 飞翔 感受风的速度在耳边 呼啸远方 一个一个梦飞出了天窗 一次一次像穿梭就时光 只要你敢想 就算没打到 你想 至少 有回忆珍藏 谢谢宣声乐团 谢谢你们的演唱 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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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棒了 好了 恭喜你家庭梦想 今天现在已经积累到了 一万八千元 你来北京几年了 我是之前 在北京待了三到四年 后来调去了上海 待了两年 现在上海 就是这种漂泊的过程 对你来说 其实是一种积累 会让你内心更加强大 但是很多苦水 只能自己咽下去 对不对 我当时刚来北京的时候 一直想要搞喜剧 然后那个时候是 一三年 一四年 就是万万没想到 火的时候 然后我当时看他们招人 我就投了那个简历 身上只有两千块钱 去了 买了机票 然后去住了阳台 北京五十块钱一天的阳台 怎么想起来还有一点难过 就是那个门它拉不上 然后当时就是等面试结果 一个星期 我心想熬一个星期 一天五十 我扛一扛嘛 因为不是说我一定要北漂 而是前些时候 饮食资源最好的一些 就在这里 我不能让山向我跑来 我只能往山过去 但是那段经历 是我很宝贵的经历 听到你刚才的感慨 包括看到你在这流眼泪 想起那个门都拉不上的阳台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刚给我妈发信息 我说妈 我出去了 说我给你买最贵的面装 啥贵买上 然后我妈说你把钱给我 高原小丽味更香 感谢长安花菜籽油为我们的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 谢谢惠子 继续加油 好 太好了 太好了 开门大集油粗粗上品 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叶特别呈现 紫林好醋 厚爱佳人 我们今天这一期 后面这七位 废人 我可能看错了 注定要被辜负的一期节目 给点面子吧 上去我别丢脸好吧 好 急着我 来来来 准备视频 我们都有一个家 名字叫中国 兄弟姐妹都 好 好宰宰 好 你更好 你完了 好 一 二 三 四 只有四个人答对 来 请看上榜 第一名到底是谁 这是 大家看我这身衣服 应该能看出来 我是做什么工作对吧 其实干什么不重要 所以最主要的是 我上班的地儿是一边唱 一边跳 所以说来到这个开门大集 对我来说 一点难度都没有了 来了 这是什么油腻的男人 怎么那么浮夸 我要是在后边铁半天了 你铁了半天忍不住上去 就看人丢啊 先晃一会儿 我刚一直在想 你这花刀将军 在家里这造型 你到底是干啥的 我叫喜亚昆 来自内蒙古通辽 是一名花式培训师 花式铁板烧的培训师 铁板烧的培训师 对 然后自称花刀将军 对 就是这种 厉害了 厉害了 别在这儿秀才艺 你给我整点铁板烧牛肉啊你 铁板那个铁板才 你空手就来了 拿个刀 你是要威胁我呀 对对 什么梦想 想给我父母买一个电动车 好 让他们出行方便好不好 对对 来吧 这边三 六 八 我选 那就三号门吧 三号门请准备 请按响门铃 嘚瑟 再继续嘚瑟 这走路都带风呢 对 唱 她不会 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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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没听出来 啊 这都没听出来 你来干啥来了 这根真有点难度 你就这一扇稳的本事 一扇 还不一定能打得开 真没听过这个 场外求助吧 来 选择是哪种求助方式 连线吧 连线谁 连线我的一个好哥哥 大兵哥 你好哥哥能比你强到哪去 来 连线 您说 什么 这歌好熟啊 这歌好熟啊 确实很熟 你不来啊 想不起来了 想不下歌名 把大哥抠出去 谢谢 你再想想 你 你说再也没有天长地久的死守 这是编的歌吗 还是真的 他刚才这个调嘛 哦 这个不是那一首吧 我这个歌词我也就唱不出来 那给我一个答案吧 不知道 真的 那我们就挑战失败吧 花刀将军啊 有机会在网上搜一搜他 小伙子挺厉害的 虽然猜哥真不咋样 大哥更不咋样 大哥是干嘛的 大哥是个音乐主播 作为音乐主播 对教人唱歌 什么类型 还 还教人唱歌 对教人发音 大哥 挺自信啊 对 我 我也挺自信 找的他吗 行吧 开心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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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揭晓正确答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 接下来我们看一看 《家庭梦想基金》微不足道的一千元 从来没有见过这个情况 清零 好嘞 谢谢你 虽然没有成功 但是还是要送给你 《长安花菜自由》的礼盒 本节目由大分量方便面先行者 金麦郎一同伴特约播出 吃大面认准一同伴 微信扫一扫 开心 长相伴 来吧 尽自己的所能 再努马力好不好 请准备视频 但为什么却没有再联络 爱你一同身 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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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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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天却向你很多遍 我这边抢对了 如果大连能上台 纯属瞎蒙 自己对的时候 都不知道自己是对的 还以为自己错 不是 他那个 前面爱你不是 全都是一样的 我就不知道 三个人答对 看看那个第一名 到底是谁 请看吧 来吧 我的那段 人在窘湖的经历 其实很多人都知道 但是我希望在 泰文大吉的舞台上 我能不是人在窘湖 而是人在通俗 小军老师好 终于见到你了 小小赵 老听别人说到你的故事 是吗 然后我们自己 在节目当中 也聊到过你的故事 长得真像肖阳 你跟肖阳聊过吗 聊过 没有什么亲戚关系 我们俩一直研究这事 对 介绍一下自己 哈喽 大家好 我是肖阳 不不不 哈喽 大家好 我叫蒋文强 来自大连 然后也是因为 疫情期间的一些 自己的经历嘛 然后被大家知道了 然后大家都一直 叫我叫大连 你本名不叫大连 对 我本名叫蒋文强 为什么现在叫大连 其实大连这两个字 也是很巧合的一件事 因为当时我在医院的时候 我听说了我们大连 已经去了医疗队 但是我联系不到他们 我就在自己的防护服上写了一个大连 我就想让大家知道我是大连来 如果是我有我们医疗队的人 对 肯定会来问我呀 原来他叫大连 是因为写的那名字叫大连 然后他们看到你身上的字 就以为你叫大连 对对对 这个名字就叫开了 对对对 然后你现在改名叫蒋大连 今天你的梦想是 对 我的梦想就是 我自己现在在大连 有一个小饭店 烧烤店 我想重新就是开业 但是我想来赚点钱 回去买 拿一些 拿这个钱去进点货 启动资金 对对对对 行嘞 选择几号门 还有 六 八 十 十一 十二 那就从六号开始吧 六号门请准备 请按响门铃 唱 唱不出谁呀这歌 等一下我想想 这个好像 不行 想不起来 你们今天说好了 上来就求助是吧 真的没听过这歌 耳熟都没耳熟过 好像 选一种求助方式吧 就是亲友团 你知道刚才那个亲友团 我知道 你这个亲友团 我们看一眼好不好 好的 你好 你好 来 这歌咋唱 你看 你看看 你看看 我说中了吗 有人 有人 谁的歌 张雨 张雨 你还不如让那人来说话呢 歌名叫什么 一言难尽吗 想起来了吗 想起来了 我不应该选择亲友团 其实我听下原唱 我就没想起来了 那不还是求助吗 这歌我还会唱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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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唱 我一言难尽 忍不住伤心 衡量不出爱与被爱之间的距离 接受这个答案 我接受 好 一起期待 开门 大 急 一言难尽 你给我一场戏 你看着我露鸣 被你送心里剥落的感情 痛的不知怎么舍去 不要这场记忆 不要问我结局 心里的酸楚 脸上的笑容 早就合而为一 直觉不能相信这感觉 像自己或自己分离 而心事淡淡的爱情 在哪里 我一言难尽 忍不住伤心 衡量不出爱或不爱之间的距离 你说你的心 不再温热如鸣 从哪里开始 从哪里失去 我一言难尽 忍不住伤心 衡量不出爱或不爱之间的距离 隐隐约约约中 明白你的决定 不敢勉强你 只好为难自己 我为难我自己 谢谢真语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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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你收获了第一笔 家族梦想基金 三千元 本节目由大分量方便面先行者 金麦郎一统半 可约播出 就当时你是从大连出发 想去长沙 对 坐了高铁 对 结果你误入了一个去 武汉城市的 当时有些武汉人在其他的城市 然后就集中起来 他们一起回到武汉 明白了 回到武汉 然后我就误入了那些车厢 然后你就只能在武汉下车了 对 武汉城当时就是街上也没人 也没车 这个城市已经暂停了 然后我就没办法了 我只能求助 就哪怕给我找个住宿的地方 都可以 然后我就找了志愿者 想来让他们来帮助我 就这样就是去了医院 明白了 但那个时候 你内心恐惧吗 特别恐惧 其实刚刚穿上防控服 要进到那个隔离区 那个大门一打开的时候 我迈进去的时候 腿是软的 明白了 就是还没等进病房呢 那时候腿已经是软的了 等我到了那个真正的病区了之后 我打开了第一扇的病房的门 然后里面是有病人的 然后我就拿着那个饭盒 当我端起来之后 我手是抖的 明白了 我不知道那饭盒 我是该放回远处 我还是该放进手里的拉衣袋里面 你根本没有做好这个心理准备 对 就是就脑子全是空白的 但是后来慢慢慢慢地 开始越来越熟悉那个环境 对 也熟悉这份志愿者的工作 其实特别感谢 就是当时帮助过我 尤其是在我心里辅导的 这些医护人员 就是他们每天来告诉我 你该怎么做防护 我每天也会不停地问 就是老师我这么做 那么做会不会被感染那么多 人家都是细心地来告诉我 说没事没事大爷你放心 其实就是他们给了我很多力量 然后在我看见他们去 救助那些病人的同时 我见到了他们身上的那份勇敢吧 让我觉得可能我是侮辱到武汉的 但是安排到我进了医院 那么我是不是该做一下 我能做的事情 而且我进武汉城的时候 我身上没有任何物资 没有换洗的衣服 晚上回到宾馆没有吃的东西 都是各个医疗队包括武汉市民 来游给我 没有他们我不可能在武汉 这么顺顺利利的 平平安安的回到大连 我在这里想借助 开门大吉这个平台 我想对那些 当时在武汉那些医疗队 还有那些武汉的市民 帮助我的那些人 我想对你们说一声 谢谢 那么我已经得到了 这么多人对我的帮助 对我的这些爱 我要把这份爱再传递出去 好像冥冥中是给你一个机会 让你在这段时间里得到成长 对对对 在武汉待了多长时间 在武汉 算上我在武汉隔离的日子 一共两个月 然后回到了 等疫情 对 解除之后回到了大连 跟着我们大连医疗队 一起返回了大连 当你回到大连的时候 你又遇到了 第二次的人在囚图 对不对 对 就是回到大连之后 我又隔离了15天 然后我隔离上结束之后 因为我的老家 是在大连周边的一个县城 叫瓦洞店 然后我从大连开车 要回到自己的老家 然后就是因为放了好久 那个车都没有开 然后我上高速 开到一半的时候 电瓶没电了 发电机坏了 这孩子太难了 好不容易打电话 叫来了救援 救援来了之后 给我更换了一个电瓶 然后我开到家之后呢 因为很长时间 没有回到家了 回到家了嘛 然后倒车的时候 把保陵杠又创掉了 又创断了 哎呀 哎呦什么 我觉得他这个故事 拍一个电影 应该都挺好吧 我的天呦 那你的人生可能一直是在窘图 哎呀真是 窘图 挺紧凑啊这 然后我就 我就把那些就是东西 拍个视频发了朋友圈 因为我当时也有很多 认识的那些记者朋友嘛 他们就发现了之后 就传到了网上 当天热搜霸占了第二名 第一名是大连销伙回家 高速房车没电了 第二个热搜是大连销伙回到家 楼下车撞了 我的天呐 好丢脸啊